香氣濃郁的藥膳鍋是許多人秋冬進補的最愛 常用的中藥材 枸杞和紅棗也是各種料理的百搭款 使用量大增但品質卻不一定都符合安全 藥食兩用就是其實這些產品都是中藥材 但是它現在被官方引用到食品來 可能會當作茶飲 養生飲 每天接觸的話 其實上面按照法令是規定很嚴格 台北市衛生局到賣場超市中藥行抽茶 共19件產品 發現一件頂級枸杞王 殘留農藥殺菌劑非克力超過0.01ppm 還有一件有機紅棗 鈉含量標示不符 販售地點都在知名百貨 產地則來自中國 檢驗結果都違反食安法 如果當作食品用 它營養標示 糖分 脂肪 碳水化合物都要充分的標示 而且數據不能計算到小數點第二位或第三位 只能用整數標示 即使是微量農藥 長期使用下來也會傷害肝腎功能 建議多選擇顏色自然 包裝和標示完整的產品 使用前先用清水沖洗20分鐘 確保農藥不會隨補藥吃下肚 大一新聞蔡林萬嘉宏 台北